接下来的整体教筑 虽然没有高空运送 那么步步精心 但密密扎扎的钢筋框架 让混凝土震倒的施工人员 很难有伸展手脚的空间 钢筋的结构比较复杂 胖一点或者是高个子 你会装进去 还要找一些 缩小的一些 民进工人去装进去震倒 深孔必须一次性胶筑完成 而且有严格的时间规定 项目工程师黄志勇的开孔法 快捷简单 在几个连接点上开孔潜入 工人们便能闪转藤螺与钢筋丛林之间 大坝的所有建设者 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智慧 就像我们长江上面的涓涓细流 汇聚成我们七世磅礴的大江大河 连 relationship 四十五长 第2卧崩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arkov 白震花 超敬ijuana 四十五 六 Elter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找不到一个创新的保护方式 强大的水流冲击力将对整个洩洪隧洞构成威胁 有着三十多年水电工程经验的王孝海 即将带领团队挑战这项世界纪录 这一次 王孝海他们要打造三条全程无压的泄洪洞 以每秒47米高速流动的水流 会在泄洪洞凹凸不平的外表层 形成一连串的空泡 而这些形同气球的空泡 一旦受到高压的挤压 就会瞬间溃灭 瞬间的能量相当于七千个大气压 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我们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就是说这在全国没有 在世界也没有 他们的设计非常新颖 同时也带来施工难题 在近五层楼高的垂直岩壁上 施工含水少 流动性差的常态混凝土衬器 让适合高远程胶筑的输送泵 也变得无能为力 这台经过特殊改造的滑木台车 能将皮带工料 滑矿布料 帆木循环合而为一 多功能的全新滑木台车 是白鹤滩工程 一千多项技术专利之一 一次成型的大断面 其镜面效果外示 极具现代建筑美学风格 然而 现在还不是欣赏作品的时候 现场负责人张向明知道 大坡度的材料输送 会影响到后半程的胶筑 我的台车是300等级的重量 而且要在24度这么大的坡度上 能够自己行走 这个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这被设计师称作龙洛尾的泻洪洞洞端 有着400多米长的斜坡 光滑的坡道 犹如高山滑雪赛道 飞弹车辆难以停稳 施工人员也不容易站稳 它有下滑的可能 有工程车较的可能 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就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 经过四个月的研制改造 一台酷似矿山翻斗车的运料系统 可以上下滑行起来了 这套自动化运料系统 从送料到卸料 甚至紧急刹车 一系列复杂动作 都只需一键完成 泻洪洞底部混凝土收面 是整个工程最后一道工序 在未完全凝固的地面上打磨 需要像烹饪高手一样 去拿捏火候 这种船口器的把握 需要我们的工匠 他用手指往这个混入面上 一按就知道 该不该施工这一道工序了 工序 用项目给你 就是 真的 打磨仇 对 一 速度 不 我 光 这里是牛苔很复杂的 牛苏也是最大的 这里整个搞得平整很光滑 那么在过牛的时候一点影响都没有 看到大坝血红的时候 都有很多感慨 这个自然界的力量无穷 人的智慧也是无穷的 荷豹之墓生于豪墓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聚合数万名参见者的智慧与拼搏 正式打造这座超级工程的核心力量 营地远离城镇 这里可挑选的副食品种类不多 不过这并不影响田德梅的心情 因为今天 举世瞩目的白鹤摊鸡店工程 将迎来一个重大节点 白鹤摊水电站发电机转子吊桩正式启动 这是16台发电机组的第一台 他的成功意义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